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 美国国会通过了新冠疫情纾困方案之后 拜登总统与高级官员正在努力的向美国民众 宣导这一份美国救援的方案 并且说十天之内要让美国民众疫苗打到手背上 支票进到口袋里 详细情况我们有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宜做介绍 在上个星期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新冠疫情的纾困方案 美国救援方案之后 拜登政府的这个主要的官员 包括正副总统第一夫人以及第二先生 在这个星期都把这个宣导这个方案 作为他们的主要的这个施政的重点 他们也都亲自前往美国各地来进行宣导 包括这个副总统 他就已经前往了加州跟克罗拉多州等等 然后这个总统拜登则已经前往了宾州 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 政府总统还会一起前往左治亚洲的亚特兰大 一起来向民众们宣导这个新冠疫情的纾困方案 那拜登总统呢 在星期一的下午在白宫的国宴厅发表讲话 在当中呢 他特别强调要透过疫苗来控制疫情 以及以纾困金来复苏经济的努力 拜登总统说呢 在未来的十天将完成两大目标 哪两大目标呢 第一个是一亿剂的新冠疫苗打到人们的手背上 将在未来十天完成 第二个目标是一亿张支票送到人们的口袋里 也要在未来十天完成 那拜登说呢 就是很简单的说 疫苗打到手背上 金钱送到口袋里 那拜登说呢 美国救援方案已经发挥其该有的效果 就是要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 那本星期呢 拜登政府主要的这个官员 都亲自前往美国各地来宣导 这个叫做帮助已到之旅 Help is here Tour 那么呢 他是直接来跟民众宣导 如何利用这个美国救援方案当中的各个项目 来帮助他们的生活 或者是他们的生意跟公司 那拜登总统呢 星期二是前往了一个宾州的小企业 那么呢 他说在疫情底下呢 受到严重冲击的小公司 要怎么样子的利用这个方案呢 来取得资源 拜登说呢 根据这个穆迪公司的这个评估呢 预计这个美国救援方案到年底之前 可以创造700个新的美国工作机会